下表为七年务班全体同学公共服务时数 以及各时数的人数统计表 请问七年务班全体同学公共服务时数的中位数为多少小时 好在这个表格里面呢 我们只可以知道 服务时数零个小时的有五位同学 服务时数一个小时的有两位同学 但是我并不知道那全部七年务班有几位同学 所以我现在第一个步骤我先要去算出 那七年务班总共有多少位同学 所以我现在要把底下次数的部分 先去把它做累加起来 所以5加2加7加6加5加0加4 我就可以得到答案是29 所以我就知道七年务班总共有29人 知道全班有几个人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找那中位数是多少了 那因为29是基数 所以我们知道那它最中间的那一个数字 就会刚好是这一体的中位数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先来找出 那它最中间的那一个数字到底是第几个数字 那这里是29 因为它是基数所以我先把它加1之后再去除以2 我就可以得到30除2会等于15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中位数字就是第15个数的那一个数值 好那我现在要回到上面的表格上来找 那第15个数字到底是哪一个数字呢 那因为这个表格它是帮我们经过分组整理过后的 我并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那第15个数字是谁 所以我必须先经过一点点的整理 所以我必须把底下次数的部分先做累积起来 好那我们现在先累积服务时数是0小时的 那它有5位同学所以累积到这里是5位 那继续累积一起把服务时数是1小时的同学一起累加起来 所以把这个2加进来得到到这里有7人了 以此类推累积起来到这里已经有14人了 再来继续累积这里有20人再来25人 这里是没有的嘛所以累积起来还是25人 再来最后累积起来会是29刚好会等于它的全班人数29人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回来找了 那第15个数字到底会在哪里 我们知道到这里已经累积起来到这里有第14个数字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那第15个数字就会在它的下一组 它的下一组就是服务时数是3个小时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知道 那第15个数字就是3小时 所以中位数字就会等于3 单位是小时 所以这就是我这一题的答案 第15个数字是4个小时的 最后 Л